同学们好 咱们现在呢开始二叉数第四个小时的学习 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二叉数的非地归后续周游 对吧 那么它那里面呢 这些站里面所存储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那么有这么一个性质的话呢 实际上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些题了 就做这个题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方法就多一些了 那么这个题呢 我们是教材上4.8和4.2 而且呢有一些同学 因为咱们是分组练习 有一些同学呢 是分到了这个题的对吧 那么这两个题 如果是没有这个非地归的这个框架 你要用地归的方法来写 也是可以的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那你要是 就从地归的这个写法来说 它还是 如果你想清楚了 它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这个解法也还比较清晰 但如果是说你想不清楚 这个地归到底该怎么来写的话 那么你如果是用这个非地归的框架 你把那个框架往上面一抄 然后呢在一些关键的这个要操作的点 你把这个操作的内容呢 给加上去 不就很简单了吗 对不对 例如 那个求两个节点 他们的共同祖先 最近的共同祖先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求法 比如说像 这个A 我们就拿一个表达式的一起来看了 这个A和这个C 他们的共同祖先 应该是这个节点 对吧 那么 这样的话你在这个非地归操作的过程中 当你遇到这个节点A的时候 对不对 他的这个祖先是不是 已经都放在这个站里面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是说你把这个站里面的内容 能够把它读出来一下 那当然这个情况就是说 假设你的站 不要那么封装的厉害 就你站的内容都让我来读 对吧 当然如果是说你要封装的很厉害的话 你可以读出来再给他 就是pop出来再给他push进去 也可以 然后这个C呢 他的这个共同祖先 他的这个 那个祖先路径 也是放在站里面的 然后你进行一下比较 对吧 是不是就能找到他们的 最近的了 那你这个比较的顺序 你大概可能想一想 可能得要从什么地方比 应该是从这个叶的方向 往根的方向来比 比到第一个相遇的那个 对吧 当然这是一个表达式的 这样一个 二叉数 所以你这里 大概得要给他们这些节点 再标一标号 这个 这里这个A 跟这里这个A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要再进行一些 其他的这个操作 好 那么这个表达式 二叉数的话 表达式二叉数的话呢 这个题 你要是用那个 低规方法也是可以的 这个这个题的题呢 是要 你把这个表达式二叉数啊 给他输出一个相应的 带括号的中追表达式 那我们知道 如果是说你按照这么一个 中序周游 不带括号的话 你这个表达式的含义 跟原来的那个表达式 实际上已经是不等价了 那你要让他等价呢 你就必须要带一定的括号 需要的时候带括号 那我们有的同学说 我不管三千二十一 我所有的这个运算符 我都给他 把他左右那个指数 都加上括号给括起来 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这个加 那我左边的 我这个打一个大括号 然后右边的 这个我自己把这个加 然后打印出来 然后右边的 这个输完了以后 再打一个括号 你这样的括号 就是冗余太多了 对吧 人看起来都累了 对不对 到底哪一个跟哪一个 就不一 就是说看起来 比较的不清晰 所以呢 你要打出来的括号呢 要比较清晰 对吧 该打的打 不该打的 就不用打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你就得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得要 在任何一个点 你都要比较一下 比如说你当你去周游左指数的时候和周游右指数的时候 你要比较一下你当前这个根节点 跟他这个左右指数的他的这个节点的优先级 对不对 你要比较一下这个优先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在同级的情况下呢 还会有些问题 我们这个例子正好没有同级 你可以想一想 就假设是一个同级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 而且这个上头是 比如说是一个 是一个除号吧 你想象一下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让你们在做这个题的时候 有些边界处理的好一点 那如果这是个除号 那么这个右边的是个成号 它跟它现在是同级了 但是你看一下 同级它也还要有的要打那个括号 你想这个成 它是成完了以后 一个整体的结果作为除的一个 这个叫做除数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要打的括号就不一样了 当然左边的这个还好一点 左边如果是同级的话呢 因为它肯定它还是先运算的左边 然后再到右边来 就是它在右边 那么同样一个情况 减号也有这个性质 对不对 那么这个题呢 这两个题呢 都可以用我们那个 就是非地规的 后续周围的框架 你来做一下 其实要套用那个框架 然后你看看哪些操作点 做哪一些事情 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个 第二个题就是上级题4.2 其实编出来程序也挺短的 那么这个上级题4.2的话 你把这个考虑清楚了以后 你写个地规算法 也就是20多行左右吧 就写完了 那如果你要套用我们那个 一个非地规的这样的框架的话呢 你大概就是说要考虑 它的一些访问点 对吧 你假设你实际上这个最好是用那个后续的 就是后续的那个非地规的框架 你考虑它的访问点 比如说访问到自己这个时候 访问到左边和访问到右边的时候 它分别是一些什么需要操作的内容 好 那我就不再继续提示了 那么非地规的前续周游呢 我们教材上的是共用的中续的那个框架 其实没有必要 那我们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情况的 那我们还是借用这个二叉数 你看 当我访问到这个根的时候 那我们教材上的是把这个根节点呢 还存在这个栈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那你说这个需要存吗 存它这个根吗 要存的不是这个根 你直接存它的这个右边这个就可以了吗 你是你里面 在里面要保存的 我们刚才有个同学总结挺好的 是我将来要访问的东西 对吧 那我将来要访问 我自己这个 我已经访问过了 我干嘛还要存呢 我可以不存 所以就可以直接的存这个右节点内容 对吧 而且你这存右节点 你还有个好处 右节点不空 你才存 如果右节点空了 你不存 这样站的内容少多了 这个后来我 我写了一个那个动画 动画的话 一下就做完了 因为出站 入站的内容比较少 但是刚才那个PPT的话呢 这机器读不出来 那个动画门间可能大了一点 咱们这台电脑一读就死机 所以没法给大家演示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情况 对不对 因此呢 这就是我们一个 非地规前续周游框架呢 简洁简化了以后 给它做的这样一个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Wile循环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么一层 这个Wile循环 就可以了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你这里呢 如果是这个当 就是当这个当前节点 对吧 当前节点 那个 不空的时候 那么我们访问他 而且呢 我先看一下他右节点 右节点不空 我就给他放到站里面 对吧 把这个右节点 存到站里头 然后呢 我们下降到这个 左边 去访问 对吧 那么如果是左边不空呢 我们再下降到左节点 下降一层 如果左边空呢 我们就 不需要 不需要那个 再下降到左边 对吧 如果是左边空的话 表示我们 左左左左左左 这一条左链 结束了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是 从这个左指数 回来 访问右指数 因此呢 我们直接的 从这个站顶呢 弹出一个元素 这个是我们刚才 存的那一个 某一个带访问的 右节点 然后呢 给他就弹出来 弹出来以后呢 我们还借用 外层的这个大循环 其实你看这里 我们是 从学会语句来说 是只有一个外 但是有几个地方 都是借用到 里面都借用到 这个外 哪一个 有两个点 有哪个 有两个点 一个点是 这个一辅语句 那我如果 不是这个 是那个一辅 那个语句 就是左左左左左 这个 因为你发现 他如果是 进入到这个 左指数以后 然后在后面 又是进入下层外 那么如果你这个 左边还不空 你就继续往下走 对不对 那左左左左左 那个后续框架里面的 那个 一个内层的 那个指循环 就在这 他进入了外面 这个框架 当你自己人 手工来操作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这样 一个指循环的 然后呢 这边也是 就是说 对 他那个 第二个 那个 就是说 从右边返回 连续退站的 那个操作呢 那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存的 我们没有存那种 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那个 第二个 那个子循环的话呢 在这里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第一个 左左左左左 那个子循环 我们就在这里 借用了一下 就完成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是 这个 非地归的 前续周游框架 这就非常简单 这个其实我想 这不用你背 谁都写得出来了 就是咱们同学的话 应该有这个能力 写出来了 而那个非地归的 后续周游框架呢 说实在的 如果是说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呢 你最好是自己 反复练一练 然后能记住 能写得出来 当然 咱们的考试要求 是不用你写的 就是不必要写的 但是你一定要懂得那个 懂得那个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我总是历年 总是在要求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你通过这个非地归的 后续周游这个框架 你非常深刻的理解了 我们这个站的操作 还有呢 非常深刻的理解了 二叉数的操作 就你二叉数操作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那么在有一些 比较逻辑 或者是说 有一些这个应用 它比较麻烦 比较啰嗦的时候呢 你能够深刻的理解它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不是说 强调这个非地归的框架 效率就比那个 咱们机器实现的 地归的算法要高 也不是说 就建议大家以后 都用那个非地归框架 来写作业 也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能够写出 地归的这个算法 其实相当好了 就不错 就也可以的 但是有些题的话 你可能用那个非地归框架 要想起来 还简单一点 只要你记得住 那个非地归框架的话 对吧 你写起来是 还简单一些 好 那么我们刚才为什么 又介绍了一下 那个前续周游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 这个框架呢 那这个框架 对我们广度优先周游 二叉数啊 有一点点启发 这里是类似的 那么所谓广度优先周游 二叉数呢 就是说 从这个根开始 然后自上到下 从左到右 这样的来访问 像这个 这个例子就是 A B C D E F G H I 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 那么对于这个 二叉数的话呢 这样一个广度优先的访问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 B C D E F G H I 好 这个 这个东西 大概会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看到 跟我们刚才那个深度优先 就一根筋走到底 它大不一样 对吧 它好像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大概可以看作是 先进先出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怎么来看到 先进先出呢 受到我们刚才 那个前续周游的 那个简单的框架的启发 我们想 我们这样来看好不好 那么 当我看到这个A的时候 我们统一的 还是把它 放到这个 在里面 放到这个队列里面 我们统一的 把它放到队列里面 然后呢 我从队列里面呢 我现在从队列里面 那个出对一个元素 出对A以后呢 我把这个A 它的指节点 B C 顺序的加到队列里面 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 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B呢 先进了 它要比C先出 因此呢 B它先出来 B先出来呢 它的左右子女 你给它加进去 D 然后呢 D呢 比C要后进去 所以C呢 先出 再把C的E和F 加进去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D 出对 D呢 它没有左右子女了 好 因此 接着出对 E E呢 有一个 右子女 G F呢 就又出对 F呢 有两个子女 H和I 然后呢 我们把这几个 这个G H I 都是业绩点 所以 顺序的给它出对 访问就结束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 你可以看到 A 它真是一个先进先出 你先看到它 它就应该 先到站里头 先到队列里头 然后呢 它还要先出对 所以呢 这个形式呢 就是说 要用到 队列 我们先进先出的 这个典型的形式 要用到队列 而这个算法很简单 算法的话呢 我们统一的 把这个 就是这个根结点 本身呢 我们这里呢 也是 给它 先放到 队里头 那我们有同学 可能还会觉得 我外面加几个 语句 因为它是 根结点这个地方吗 所以我呢 不进队 我呢 把这个根结点的 那个 左右子女 进到队里头 如果它 不空的话 我把它的这个 左右子女 进到 队里面 我根结点 先访问 然后再 进到这个下一层 这个 没有关系 对吧 你想象一下 我刚才讲的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就是说 if point 不空 然后呢 你把这个 它的左右 节点 进到队里头 明白吗 是不是 那 进到这个队里头的话呢 这个push 是因为 就是 STL STL里面 它把这个队列 它也叫 也叫 那个push 它是 它是这样子 来 来叫的 然后它 那个 找那个 第一个呢 它老师叫做 front 然后它 出队呢 也叫做pop 你去查一下 这又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 你自己想是出队 好 这我们有同学 就开始这样来做了 if point 不空 好 那么呢 我们就 把这个point的 左右子女 都入到 队里头 对不对 好 你想象 你 你自己这么想一下 是挺好的 你这里写的话 你要怎么样 你还得判断 if point的 left不空 我才 push到里面 然后if point的 right不空 再push到里面 所以你知道 这个 这些教材 教科书上的算法 它都是 经过一些锤炼的 它这么写 它就有道理 它放在这里面 你在你看起来 觉得 这么啰嗦 干什么 我这个 跟台跑里面 滚一趟干什么 因为算法来说 你要做这么一个 特例处理 你叫多好几行语句 没必要 明白吗 比如说像刚才这个 我们有同学就 A我干嘛要入队啊 我A 我那个 直接入B 和C A直接打印出来 我不到队里头 滚一圈 你还是最好滚一圈 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说 这个东西都是属于经验 你们将来做多了 你自己 写完东西以后 你自己再来看一看 哪个地方能不能 能不能够给它拼一拼 操一操 像在当年我编程序的时候 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一看这个代码 它重复了 就刚才那个copy paste出来的 其实你再给它进行一些处理 就合并在一起了 那么 进到队里头以后呢 当这个队不空的时候 你就那个从对手取出这个元素 对吧 而且呢 访问它 然后呢 是 那个 从 把这个 左指数呢 如果它不空 你才入队 空的你入队的话 你多一次进队和出队操作 没有必要 右指数不空 也是 才入队 然后就没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框架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 你要知道 用队列这么一个中间的数据结构 来存储 你这些 在访问过程当中的 这些 临时的节点也好 或者是说 这些路径也好 或者是说将来带访问的 我们刚才有个同学总结挺好 将来带访问的节点 这个是 很简单的 对吧 那么你看这个框架的话 它也是一层的 这个wile循环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两个比较特点的 就是说 如果左和右 它不空 才入到对里面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简单的 这个 前续周游的 这个简化的框架 你也可以看到 对吧 那么 也是一层wile循环 对吧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右不空 我们才入到在里面 好 如果左不空呢 让我们下降进去访问 对吧 所以它还是比较类似的 当然 总体说起来 其实站比对列呢 还是稍微麻烦一点 那么这里 它还要左指数访问完了 然后再处理一下 进入右指数 但是它们这两个 还是很相似的 那这个广度优先周游 二叉数呢 说实在的 在这个应用里面 它没有太多的典型应用 这里面我们稍微讲一下 一个是跟那个前序周游的框架对应一下 另外呢 就是将来我们讲到数的这种广度优先周游的时候呢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其实跟这个类似 这个 这个呢 一般就是这个广度优先周游二叉数 在一般的教材书里面呢 都不是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算法 可能拿来作为一个练习题 小练习题 让学生们就是这么练练手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说像叫做堆 堆排序里面那个堆 它当然有那个广度优先周游的这个需求 有可能哈 就是从从左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从根基点开始 这样来访问 但是其他情况很少很少 那我们二叉数的周游 这个非地规的这几种情况 我们都介绍完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二叉数的实现 那我们前面也说过 为什么我们先说周游再说实现 那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 这个实现呢 是在我们数据结构里面 是属于比较靠后一点的 而前面的这个ADT 也就是说 它的数学模型 和在这个数学模型之上的运算 是更重要的 至于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的 那我可以不管 我也可以这么假设 这二叉数 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 但是我有这么几个应用 或者是这些 我这个ADT 这里面有几个函数功能 我告诉你 你给我编程去 你给我实现 实现完了以后 我拿来自己直接用 你里面是用顺序方法做的呢 还是用指针做的 我都不管 我可以这么来看 对吧 那么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ADT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反复的用到战和队列 那么这个战和队列 到底是用顺序方法实现的 还是用链接方法实现的 我们可以不管 你爱怎么实现 怎么实现 我只是用你这个战的 Push Pop 还有Exempty 我只是用你的队列的 那个像Front 还有我们在STL里面也是 Push Pop 这种东西 其他的呢 我都不管 那么但是呢 我们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呢 我们还是要考虑它实现 也就是底层的东西 我还是要会编 我们不光是会用这个预制板 用这些砖瓦来盖大楼 我们还得 这些预制板是怎么做的 我们还得自己知道 知道了以后 将来比如说像这种构建技术啊 什么的 还有像Web Service啊 这些东西 人家做好了 我再搭一个应用 这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你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 你应该了解底下是怎么做的 那么二条书怎么做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也讲到过 因为它有这个左右指针的 这样的性质 而且到底左右指针 是不是都有 还是只有一个 这我都不太清楚 所以它动态性特别强 因此呢 用指针实现呢 它是一种最自然的方式 有些特殊的这个二叉数 比如说像完全二叉数 也许我可以不用指针来实现 用数组来实现 大部分情况下 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是用指针来实现的 二叉数 但是这个指针 到底怎么来指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方法 还是可以讨论一下 另外呢 用指针实现了以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开销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一看 它是不是比较省空间 还有呢 用这个数组 实现完全二叉数 也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另外呢 穿线二叉数这个东西呢 说实在的 它不是一种先进的东西 应该说是当年 那些内存比较紧张的时候 而且也有可能是这些科学家 为了发表paper 来发明的这么一个东西 说实在的是没有用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一个大练习题 还给大家用那个穿线二叉数 那这个呢 主要是说 它还是能锻炼你 而且在这个二叉数里面 这个穿线二叉数是最折磨人的 你们等你们开始做练习题 做那个实习题 你就知道了 但我们呢 就是要为了折磨而折磨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这个折磨以后 经过这样一个炼狱的一个洗礼 你什么都不怕了 你只要你练过这个穿线二叉数 你就是说二叉数 所能犯的所有错误 你都犯光了 犯了以后 将来什么错误你都不怕 你都有经验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去练习一下 实际上我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 我原来也是建议大家 你根据自己的程度 你程度越高 比如像黄贝宁啊 这些的 他就可以放十天二十天假都行 到欧洲去旅游一趟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是你要是程度不是太 不是太好 不是太牛 那么你给自己少放几天 好好地去练习一下这些东西 二叉数呢 用这样的一个L-link和R-link 我们叫做 那个二叉链表的形式来实现 那我们其实这个二叉链表 从形式上看 有一点像双链表 对吧 但它不是说双链表的话呢 它是一个线性的 左右这样link起来 对吧 那它这个二叉链表呢 它是分支的 对吧 就是这样 用这个link呢 把它给接起来了 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叫二叉链表 这个二叉链表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看 那实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其实要理解起来也 也还比较简单 对吧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 扩充了满二叉数的这个性质 你大概可以知道 这里面空指针 大概是占了一半 对吧 就它这个每一个节点都有两个指针 其中只有一半的这个指针 是用来真的来链接的 另外一半呢 就空在那儿 它空指针呢 比那个我们的二叉 比我们的那个叫做双链表呢 空的多很多 我们双链表 它真的每一个都在干活 对吧 链起来只有那个头和尾的 可能没有干活 好 那这是这个形式 因此它的这个 它的存储效率呢 应该说不是太高的 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还有一种情况下 我效率更低一点 也不叫效率更低一点 就是存储效率更低一点 但是呢 我能够使得我的运算效率更高一些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这里呢 如果我每一个节点 我都能把自己的负节点 我给直接指出来 每一个节点 那这个这个根的负节点空 加上一个叫P-Link Parent Link 好 这有什么好处 这有 我们有很多同学就开始筹集取消 像刚才我说的 我们寻找两个节点的最近共同祖先 看好不好找 都往上头走吧 相遇就是了 连周游都不算 对吧 他不需要 我们什么叫周游 周游是把这个 二查处里面 或者是某一个数据结构里面的节点 都访问 并且访问一次 他这个不需要 他单的往上头走 一下就行了 当然这个 如果是说考试的时候 你发现老师没给你限定 你就赶紧这么做 这可以省时间 对吧 而且不敢给你扣分 你都对了呀 是吧 好 这个就是什么 就有好处吧 这个就是用这个空间换来了时间 算也快 他又快又好 但是你的存储效率呢 稍微低一点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计算机呢 内存都很多 你如果是说为了提高运算速度 以后你们将来 假设你们将来都发展成为二叉数 你都把它搞成这个三叉链表 或者叫三重链表这种形式 那我也没话可说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作为练习呢 还是请大家尽量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用的二叉链表的形式 而不要用这个三重链的这种形式来做 因为你那样做的话 那好多事情就太简单了 就是已经达不到练习的目的了 听懂了吧 对吧 就是这个向上访问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用指针来实现呢 那我们知道就是里面有个left view 有个right view 对吧 这个呢我们对外呢我们是不公布的 那我们对外提供接口让它来用 那这个接口呢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些 就是它来寻找 我们前面讲ADT的时候讲过对吧 它来找我这个left get left get get right 还有 set left value set right value 对吧 这些类似的这些函数 那这些函数到底是什么 由你自己去定义 这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get a parent 或者是叫做parent 这样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主要是说 当我不提供这样的往上面的一个附链接的时候 那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从根节点开始 对不对 从根节点开始找 找到什么情况呢 找到我发现 这个节点它它底下指的 它的左子女或者是右子女 就是我要找 要我指定的那个当前节点 它的就是那个当前节点的时候 那么我现在目前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你要找的这个附节点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同学们想象一下 这个操作的话 你用什么东西来实现 这个找的话 是不是需要把整个这个二叉数都翻一遍 才可能找到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那个parent指针 好 那这样翻一遍的话 你想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翻 我是用前面的深度优先的方法来翻呢 还是用广度优先的方法来翻 用广度优先的你可以看到 首先它就是一个 用对面来实现的这个算法 算法长度还挺长的 你如果用深度优先 我没有给你限定的话呢 你可以用地规来做 是不是 用地规来做 好 用地规大家再想一想 我是用前续中续还是后续 找这个parent 用前续中续还是后续 大家想想后续 为什么一定要用后续 左右的查完了它需要吗 我前续的时候我一进来我左边右边我先看一看不行吗 我就看我的左的left child和右的left child我可以吗 我没有规定它不许看 是不是啊 到底前续中续还是后续 你要知道这个 其实现在计算机它也也会有一些这个优化 总体来说 前续的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如果同样的一个运算 你能够用前续实现 你就用前续 能用中续就用中续 最后你实在不能做的时候才用后续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用前续来实现就行了 就是说 从这个这个节点 这我是用一个地规的root开始 对吧 它我可以看一下 它的左是等于我这个carriage节点 还是右等于carriage节点 如果是我就返回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呢 我下降到左边去找一圈 下降到右边去找一圈 这是地规的对不对 任何一点它都找到就赶紧就返回了 是不是 好 这个呢 我们就不多说 那我再考一下大家 有一个delete整个这个指数的操作 我不给大家看 delete这个操作前续中续是后续 还是说广度优先 后续 后续是 为什么呢 左边 左边 访问完了 就左边删完 右边删完 再删自己 否则你可以试一下前续 你肯定死机 好 那我再问一下 用广度游线可以吗 广度游线 可不可以 可以 不要太教条 你就大胆的想 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对不对 广度游线为什么可以啊 我 我自己那个左右我都存好了 放在里面呢 我怕什么呀 我把自己删掉 我左右的存在将来再处理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大胆的想象 那么在这个二套树里面呢 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空间开销 其实这个东西谁都能分析出来 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啊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个结构性开销 那么就跟我们那个存储密度 是一个一个取补的 实际上就是说存储密度 我们在最开始讲存储的时候就说过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啊 它的那个结构开销 叫伽玛 加上这个存储密度 而法应该是正好等于一分区反的 存储密度的话就是说 我这个整个这个数据空 数据结构里面 它的呃有用的数据量 占整个这个结构的存储量的百分比 对吧 那么 这个呃 结构开销呢 就是说我用来维持这个结构 的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当时我没有用是指的对我数据来没有用 对吧 辅助性的东西 跟整个这个结构里面的存储总量 来比对吧 这么一个值 所以呢 他们加起来是正好等于一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尽量的提高这个存储的效率 对吧 但是呢也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样的百分之百去追求这个存储的效率 其实我们更追求的是我们算法的效率 对吧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不给你限制条件 你将来 你们做二叉数的时候 都来维持那个parent指针 我是不反对的 随便你们 只要你自己读起来也觉得舒服 用起来也方便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内存都已经更 越来越大了 想当年这个我们用640k的内存 用了好多好多年 然后后来就可以扩展内存 虚拟内存了 还是那个640k 然后再虚拟出来一点 然后后来再慢慢的扩到一兆 你想你现在这个内存 动不动就是几百兆一G 对吧 这样就是当然是一G 你有很多有很多人台司机 像我们现实好几台都是一G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存储的空间 不是那么第一位的 可多信永远第一位 然后就是你的这个运算的效率 应该考虑对吧 也就是说运算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再考虑一些存储密度的问题 好 根据满二叉数的定例呢 一半指针是空的 那么如果假设这个指针域 数据域 一个指针域和一个数据域 是一样的空间 假设都是四个字节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总开销呢 是每一个每一个呢 假设有N个节点 那么数据域有D 然后指针域呢 2P 然后呢再乘以N 对吧 结构性开销呢 是这么大 所以呢 它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那它的这个结构性的开销比例呢 你看就是在三分之二 相当相当大的 就是一大半以上 都是用来维持这个结构 但是这个维持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对吧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就是说 我们可能 把那个 假设这个满二叉数 你看满二叉数有什么特点 它要么就是有两个节点 要么呢就是 就是说它没有没有指节点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些夜节点 对吧 它好像就不需要这个指针 我在夜节点 我全用来存储数据 这样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那 那就不平衡了 因为你中间有些节点的话 你如果再存储数据的 那你有可能 这个 它其实这个结构还是有点不太匹配 因为你们知道 实际上我们要用那个 c里面的那个union 这种类型 对吧 有用 没学过union c里面union 没定义 c的union 这个联合定义 那我就不多讲 也就是说 假设你要想想这样来操作 从逻辑上来看 你好像是说 大的小的都可以放在一起 你爱用大就用大 爱用小就用小 但其实呢 在这个编译给你存储的时候 他站在那个最大的那个开屏的空间来给你的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 哎 你既然这个满二叉数 你的夜节点 你是存储 全都存储这个数据 那么中间那个节点呢 哎我干脆我什么数据都不存 我全存指针 然后把它这个结构连起来 这样的 就有的人可能来做这样的一些 一些改进 就这种空间的改进 但是呢 这些空间的改进的话呢 提高的这个本质也不是特别多 就是提高的这个空间效率 而且呢 你要区分对夜节点和分子节点 你还要用其他的来区分 啊 那么你们在 C家家里面用虚函数来区分 学过吗 做过吗 用用虚函数 比如说 或者什么 然后在 有些其他的这个 存的那个都都没有用 是吧 这没有关系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不追求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求这些东西 因为那些都是 因为那些东西呢 都是为了要好像提高这个存储效率来做的 代码量也增加了 嗯 而且实际上编译系统呢 对这个改进不是那么完美 也没有太多的必要 甚至在早年的话 还有那个 嗯 用这个呃 一些指向夜节点的这些指针域啊 或者是说 用指针域里面 某一个那个 啊 空闲位啊 一个比一个那个 比特位啊 都来干这些事情 当然现在我们这高级语言呢 也不允许你这么干 他 你这个你你拿指针里面 你要取指针里面 某一个比特去 来做 嗯 也可以了 当然你就说你自己来 自己废的要来 把它当做这个素质来读 然后再来再来操作再来弄 这个但是没有太多的必要 因为你为了这个事情 你要增加很多的额外的这个运算 那个提高的这个存储效率 不见得特别的特别多也没有必要 所以呢 这些方法的话呢 我们都不提倡 所以正好大家不懂呢 我也就不讲了 那刚才呢都是讨论的呃用指针的方法来呃实现二叉数 那么如果是用顺序的方法来实现二叉数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有一些不同对吧 那么这个用素组的方法其实对于一般的二叉数呢 你想你要用素组实现首先就意味着对这个二叉数有个线性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是把它顺序化了这样它是一个数型结构 但是你通过某些手段给它线性化了 那其中完全二叉数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呢像实际上像满二叉数你加上一些tag来来区别页和呃内部节点也能这样做其他的就是完全自由的这种二叉数你要这么来做呢也很麻烦 而且你把它放到那个数组里头除了这个完全二叉数它的操作还是很好操作以外 对于其他的这些二叉数你存到数组里头以后它的那些操作就麻烦了 就是你怎么去找自己的parent怎么去找自己的left child right child就很不好找 但是呢完全二叉数没有问题 完全二叉数我们在讲对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大家讲 比如像下标啊什么的 那么像这个的话它非常规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顺序给它存着 所以任何一个节点 假设它的标号为i 那你可以知道它的它的那个左指节点呢是那个2i加1 它的右指节点呢是多少 2i加2 然后它的这个负节点是多少都能算得出来对不对啊 因此呢 它用数组来存完全不丧失它的这个操作的简便性 这个在堆里面就充分的用应用到这个性质 那我们这里不再专门讲 穿线二叉数这是为了要大家做作业方便 我再稍微给大家呃介绍一下 在我们国庆以后的课程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呃再再讨论讨论 但这个呢如果是我们呃自己先做一些作业呢 还是有好处的 在后面我们来那个讲解课程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方便 那么穿线数呢 穿线数呢 我们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一种没有必要的过时的技术 首先要确定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呢是为了要给大家做练习 来深刻理解二叉数而引入 对吧 而且有些性质也还比较有意思 有些考虑的话呢 还是对于这个二叉数的性质有更深的理解 但是将来我们也不要求大家穿线 当然你要是爱穿线你去穿 那这个考虑呢首先就是说 这个空指针在二叉数里面占了一半 一半的指针都空 我能不能把这些空指针用起来 好 那么就有人想着把它用起来了 那用起来呢 说左边的空用来指在某一种周游序列下的前驱 右边的空呢 用来指在某一种序列下的这个后继 好 还有的人呢 半穿线 比如说我光要前驱的那个 右边空就空的吧 有的时候呢 就光要右边的那个 光要后继 左边空就空的嘛 那就是半穿线去 半穿线数 然后全穿线数呢 就是左右都用上 这叫穿线数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周游线索呢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穿好了线以后 在我能周游的时候呢 它是不需要那个用那种地规的周游框架 也不需要用站来消除地规 有很多情况下就用这个线索 我就能够完成这个周游 好 那么这个穿线数呢 虽然说它把指针利用起来了 但是呢 实际上它还需要有个tag 因为这个tag是干什么 左右假设你都要穿的话 左右都要有tag 这个tag用来干什么 tag是为了标示 不是我现在这个指针呢 是真的原来的用来指向我的子女的指针 还是用来穿线的 那个本来是空的 所以你需要有这么一个tag 对吧 有这么一个tag来区分它 那么tag为0还是为1 到底表示什么 这个你自己根据你的习惯来表示就好了 不一定非得要 不一定非得要那个按照我们教材的来 那这个穿线数呢 就这样一个例子 那这个呢是中序穿线 可以告诉大家呢 穿线数中序穿线还应用的比较广一点 它中序穿线呢 它的好的线索都可以用来 甚至可以用来为前序或者后序周游里面 来寻找一些前去后继呢 来利用起来 所以中序是用的最多的 这是一个中序穿线数的例子 那么这个穿线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个画虚线的就是线索 那么左边的这个指针呢 它指的线索是指的 它在中序下头的前驱节点 右边这个指针呢指的是 它在中序就是这个线索啊 指的是在中序下面的后继节点 这样一个框架 好 那么穿线数的这个二叉数类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吧 就看你自己觉得还有一些什么 就除了跟我们那个普通的二叉数类来比 还有什么不同 对吧 那么这些不同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哎 我把它线索化这么一个事儿 我是不是想把它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操作 或者是说我要找我的 真的找我的那个 左指节点和右指节点 因为它有那个线索的那个差别 那么 这些操作我把它再给它 把它给定义出来 那么其他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 那跟我们原来二叉数的这些类定一样 我们也是分别定义 一个是就是穿线数的节点类 分开定义 还有呢就是穿线数本身 这个一个数类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 那么这里面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在这个穿线数里面 我们可能有线索化的操作 有在穿线数里面 按照一种中序周游的操作 其他的就类似了 好 那么我们同学呢 回去 一次每个组呢 都有一道穿线数的题 第二呢 是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做那个穿线数的上级题 你先做 你先考虑也可以 到到时候把那个问题总结出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在讲解穿线数的时候 在集中的讲一讲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呢 是这样 我想这个穿线数的它 它从理解上来说呢 大家应该没什么太多意义 有的性质的话呢 在课堂上讲 其实你不见得一定是跟的特别紧 对吧 让大家去练习一下去试一试 我们再来讲 再来讨论 可能效果更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到这儿 祝大家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愉快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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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